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杀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局内奸主视角的录像 反正你玩内奸 最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要懂得序报 然后以前我也讲过很多很多关于内奸的东西 包括什么平均压血线的打法 今天就不废话多说了 咱们看几把录像吧 有观众朋友发我的 也有我自己打的 先看观众朋友发我的 第一局主视角玩家大力 叫军部与二六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边主攻选择了非主流主攻徐胜 这边作为八号位的内奸 假许就不太好了 八号位太敏感了 可以当内奸的什么 公孙钻 郭怀 韩当 于帆都还可以 点尾不练师张宝就算了 看他最终选择什么 最终选择了郭怀 看看匠面 马超比较像反贼 如果郭怀是内奸的话 中会刘表怎么看 怎么像个反贼 接着看吧 看主攻怎么玩 主攻七五谷 七桃源 这个没问题 这两张牌 反正对主中方也没什么用 这个直接上来九杀主攻 中会 看一下马超 马超也跳反了 不过你不要乱忙 你怎么能判定出 泰尔茨一定是忠臣 你要是反贼 你就该怎么打怎么打 你这后面貂蝉 泰尔茨流血都有可能是忠臣 反贼的话 不要去乱连乱忙 尤其反贼根本人头就不够了 情况下 随便貂蝉跳终 神钟 作为内奸 肯定起手还是先保证自己不掉血比较好 其实从别人主视角 看到郭怀打无谢 基本上可以断定郭怀是内奸了 不然的话 如果作为有团队的人物 无谢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打的 那边主攻贝勒 无论是忠是反 都肯定要控那个勒的 对吧 不会因为一滴血去打无谢 当然了 可能很多人并不会去想这么多 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是这么个道理 对吧 你作为有团队的人物 无谢肯定不能就是因为自己四血为了省一血 就把无谢这么打了 对吧 好 这边泰尔茨也跳反 那就说马超你上来乱忙又忙错了 泰尔茨直接双杀 也是非常的给力啊 但是反正已经被貂蝉打成残血了 好 这边流血也跳中神钟啊 貂蝉真的是厉害 这瞬间把反的一拳打残血了 决斗 看看能不能带走泰尔茨 并不能 这下该去了吧 作为反贼肯定要强行救的 因为主攻一血 那边那两个明显跳的都是中神 然后的话 如果说这会内奸一会放AOE收了 我感觉反贼可以考虑不救了 因为这两个反 这两个残血反得死了 内奸肯定要去打 这个内奸肯定要去打中神 强行救也救不回来 还不如留着桃子 保中会刘表 对不对 当然了 除非你马超手里是桃 那你就吃了 对吧 这另说 你要说中会刘表手里有桃 我感觉真的没必要救啊 你们桃可以留着保自己 他是一会儿收掉这两个残血反贼以后 肯定要打中神的 对吗 然后第一回合的手牌 由于收了人头 这个也可以大金策 节奏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打死貂蝉吧 进个五人去 这个貂蝉活着 很可能一会儿中会也跪了 可以考虑把主公的乐拆了 这样的话局势还是比较平稳的 主公也不敢杀中会 只能过了 主公其实你愿意砍郭怀一刀也可以砍 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种残局了 大家都残血了 好 这边主公有无蟹 刚才拆乐的时候就是有无蟹 要不然这个刘鞋动不了 刘表继续蹲坑 应该是没距离 杀不到主 要不然他就应该摸两张牌杀主了 何必蹲坑呢 对吧 这边局势还是非常难控的 这回合就是刻意的 就是续报 留戒刀 留酒 留杀 不留闪 准备这个下回合 金策 作为留邪 赶紧想办法打死中会吧 我感觉作为主视角 也赶紧让中会死了 得了 这个中会太麻烦了 不太好弄 活到后面 穿了个木马 好 顺手牌 顺内间的虚报 这里注意个细节啊 不要乱记啊 方天话己 人家有最后一张手牌 在你不知道 手牌的情况下 就不要乱戒啊 真心不要乱戒啊 容易戒出事情来 你看 方天三杀了吧 还能再洗一波牌 这边留邪可能要死 不过可惜的是没有距离了 作为郭怀啊 你要想办法精策 你就得控制你的手牌 腾出精策的空间了 对吧 要不然的话 你单靠每回合摸的牌 你不可能 就是说能发动这个技能 现在的话 反贼他们都有距离 肯定杀主 对吧 你可以就是 哎 又摸两张闪 那这就没办法 如果说你摸到其他的牌 你可以考虑把闪都扔掉 然后下回合发动精策 这边主公杀刘表杀他真是爽 不过徐胜主公你选刘表真的没啥用 你蹲坑主公杀你 如杀鸡啊 你这瞬间给你扒光了杀你 装什么穿一堆牌也没用 再多的牌也没用 这个选价不太好 说实话 哎 你看 这边主公三血贝勒 然后这边扔两张闪 下回合肯定可以发动精策了 你看徐胜是不是杀刘表如同杀鸡 你这什么装备什么都浮云啊 鼓鼓风灯 鼓鼓风灯 这边拿个杀吧 下回合要动了 下回合又可以发动精策了 对吧 看这边他还蹲不蹲坑呢 估计他残血了 有可能还蹲 因为这边徐胜打着打着又恢复起来了 每回合挂个八卦 每回合都被拆了 好苦啊 哎 你看上回合把闪全部扔了 对吧 这回合可以发动精策了 还会快一点 你看通过精策摸到一张连弩 下回合就有可能通过这张连弩爆发了 对吧 因为如果说真的能通过联组收掉刘表 然后那边就可以把这个宗会也顺便带走了 这边肯定刀可以给他 这一顿弄还是一血杀也没有 收掉刘表 正好手里还有四张杀 直接杀过去了 杀死宗会 这肯定要杀了啊 大好机会千载难逢啊 杀不死就算了 一定要杀 杀了单挑的话 郭怀应该还是挺战优势的 中央还续报 中央还续报 捡一马 决斗 然而已经并没有什么用了 这局比赛 获得比赛胜利啊 再看一局 主视角玩家叫西尔瓦大斯 西尔瓦大斯女王 这边主动选择了曹丕 内奸的话 这里面叙述和孙策都还可以 由于位置的关系 二号位的话 选贾许将为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选贾许的话 你二号位一个内奸 你要真跳中了 后面反对会打你的 他不像四五号位 反对不会乱忙 对吧 所以选个肉肉的比较好 徐树或者孙策比较好 主要二八号位的内奸确实难选 跟别的位置不太一样 非常的敏感 也非常的容易死 好 主攻直接搞这个剑马钞 看起来理点比较像忠诚 方万剑 这里自己肯定不掉血啊 你看这里根本不卖血的徐树 这种你像这种一放AOE就不卖血的 嗯 就是不是就像这种一放AOE四血五 这样无限随便打的两种可能 一种内奸 一种不会玩 对不对 你有团队的 如果你有团队的情况下 无限可击是不会这么乱打的 对吧 啊 这边扔闪过了上来不要乱跳身份啊 因为你 你不知道后面都什么身份 你随便乱跳身份 会被打的 看一看黄盖怎么玩 黄盖九杀李典 看起来比较像反啊 忠诚的话肯定不会杀李典的 李典在这个曹丕局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像忠诚 他说曹丕主怎么打啊 该怎么打怎么打呗 你看谁跳钟就干谁 这边这个徐胜肯定是跳钟跳钟了 这边看起来应该李典是忠诚的 就是剩下的都是反雷 只能说看起来 难道路人了 什么都有可能 咱们接着看就可以了 这边主视角也并没有动 上来什么身份都没跳 反 所以说作为反贼也不要去乱数 人头瞎忙 该谁跳出来 谁就该打谁打谁 这个曹丕主攻局选这个鼠权像当中 反贼 也是也是弱啊 真的是弱啊 超级的弱啊 本来这个武将就不强 然后在曹丕局选出来当反贼 更不强了 开个五五 这边拿个火杀吧 说不定一会儿还能传导一下 徐胜 徐胜要被反贼全面集火了啊 没办法 你实际上你是忠臣的 你这个 杀马超 你也是责无旁贷的 对不对 还要顺刀了 应该也是砍徐胜吧 陆神将 九杀 徐胜如果没闪估计要贵 主攻有桃可以尝试捞一下 看起来应该是没桃 因为后面很可能忠臣还有桃 这边真的没桃了 没桃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不知道主攻有没有桃 神将开始连赢 然而你连赢 对不对 你虽然有连弩 但是你杀多的话 你可以退主攻 但是你并不知道未来会有几张杀 你说你到底该不该杀 你就说比如说刚才他连弩连赢了 他真连出一张杀了 该不该杀主攻 因为说比如说你知道你连弩后面是44张杀 那你可以杀主攻肯定能杀死 但假如你杀完连弩 连出一张杀来以后杀了一刀主攻 然后没杀了 那你岂不是坑队友了 所以很纠结 不过从正常理论上 我觉得还是不杀为好 因为现在你卡张杀也问题不大 反正主中方集会对象也不在你 对吧 这边要开OE收这个马超人头了 其实理论上来说可以杀一刀曹丕 对吧 就是刚才回合完 但是呢 你没跳身份 搞不清路人曹丕怎么想的 一会翻了你怎么办 正好手里有AOE 反正放AOE他也会翻的 自然 对吧 让他让他这个去翻好了 这边还是收了马超吧 毕竟反贼人多 收不收不了 不让收就算了 这里点动力回合 有可能要毁天灭地吗 AOE呢 说好的AOE呢 一点还是厉害啊 然后黄盖也说 孙上香只是建议能不能不要选孙上香这种废债 我也这么觉得 他好像没发动技能 然后被逼逼了一句 没啥 其实有啥 可以收掉孙上香 真真心没啥用 你就说这属 蜀国孙上香 在淘皮局当反贼有啥用啊 真真心真没啥用 九杀 这还得求个桃 黄盖都不都不想救了 黄盖觉得救他还不如我苦一苦苦苦一选 来得给力呢 好这边来了个神帖锁 之前那张火杀也可以用到 卖主攻吧 你杀黄盖的话 你你被黄盖会闪的 不让你杀中的 这样的话 顺便翻了黄盖 然后卖卖主攻挺好的 冰凉 可以扔五谷冰凉留一下吧 五谷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 短时间内不会开了 比较卡手的一张牌 而且黄盖被翻面 下回合看看再说冰谁 对吧 也许局势又不一样了 对吧 有可能要冰主攻呢 这离点动一回合 什么可能都是有的 好开始卖血 他主要是想觉醒 觉醒 还是要刻意卖血的 一会尝试着杀杀马超什么的 看来能不能觉醒 这些马超就推主了 肯定主攻都到凉血了 对于马超来说 他肯定杀主比较爽 顺刀 然后呢 连赢 没了 你这个路 路神将好弱 这时候还得想办法收了马超 不收马超还是不好打 看看能不能死 嘿 还有桃子 给自己找个装备 给自己找装备 然后过了 不需要留闪 他们这时候 第一 黄盖 肯定会去打离点的 离点比这个 徐树威胁大 大多了 而且 这个八卦真救命啊 其实说实话 杀离点 也并没有什么优势 对于反贼来说 我感觉刚才借刀 直接借刀杀主就好了 愿意杀就杀呗 这时候反贼其实可以考虑推主 因为主攻已经凉血了 强行推主也未必不可以 反贼劣势了 对吧 其实这就是我以前经常说的 前期你打的是围观 到这种局可能你围观不了了 主攻就是这种 这种主攻一旦到凉血 你就可以推他 但是现在四血了 你就又不能推了 分情况的吧 这边还是主动觉醒比较好 找到一张锦囊 勒布斯鼠 需要限制下反贼 手牌太好了 铁锁都没法续报 其实这就是三血武将和四血武将的区别 你就比如说 这是四血武将的话 那个铁锁肯定续报 就敢续报 对吧 我留两无蟹一桃 留一张铁锁 三血武将有时候 你就不太敢续报 因为你续报 就很可能 续报工程中被打死 也是比较纠结的 对吧 反正各有各的优点 这种 就看你怎么想 目标敌阵 全军突击 这马超怎么还没死 打了半天 终于收了 终于收了 马超死 稍微快进一下 反正 反正现在搞得也不好打了 主攻满血了 推主吧 也不好推了 只能强强行推李点 这边拆了 这边拆了李点的八卦阵吧 迟早要拆的 不然的话 你这个 一会打李点 也是个麻烦事 他看李点忽悠 他说李点 别杀我 我帮你打叙述 你是仇内的 还是真的说 还是在忽悠李点的 人家肯定该杀你杀 你主中方向的状态这么好 杀了你是有可能赢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 让你活着的 万一你活着 你翻过头杀了李点 怎么办 现在还能打 反正有过牌 现在徐树已经觉醒了 有过牌 还是绝对能打的 结果这个两张闪 没压下李点的血 不太好 黄盖是仇内 他说神将 别给徐树赢就行 你仇内 你该怎么打怎么打 再说了 现在这局面 你反贼 你这个陆讯 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对不对 你肯定杀主 对不对 人家内奸杀中 人家内奸如果杀中杀死 人就是有机会赢的 对吧 当然这边主公 不知道莫名其妙 你翻什么李点 这就是主公残局 你刚才翻徐树多好 你把李点给翻了 哎呦 这翻的简直是 那边反贼杀你 你翻内奸 怎么又翻李点 你翻内奸是这样 内奸他不能行动 然后你求陶 如果你翻出陶了 内奸他得赢 他也一定会救你的 所以你就翻内奸是最好的 你限制内奸的行动回合 然后让忠臣去动 然后内奸有陶 他还得救你 你这两回合把李点翻了 这很可能就贵了 你知道吗 好 这边贯师傅也来了 赶紧找紧 赶紧找紧 过拆 拆主公 最后一张牌 防止主公留陶 这时候这种局主公是很有可能留个陶的 不要给李点牌了 因为机会很好 留着贯师傅 再继续找紧囊 杀了李点机会就非常大了 好的 又找到一张火弓 pass 这样的话单挑机会就很大了 直接就赢了 其实主公那种就是他还是在最后残局的时候想补牌给忠臣 然而你可以想象一下李点他自己行动一回合 批你补牌 你补三张牌 说实话都不如李点自己行动回合找两张牌收益高 你翻内奸吧 内奸 他也会救你的 再看一局吧 我这个之前打的路人局啊 左慈主公啊 就是左慈主公 左慈主公 我也说过非常非常坑内的一个主公啊 最我基本上默认为他是最坑内的主公 为啥 原因我也说过 就是因为这个左慈主公啊 你并不知道他藏有什么化身 你没法控 他不像其他主公 你比如孙权 我控到一血 控到他手牌少了 我知道他技能 我完全可以掌控他 这左慈你控不了啊 你控到你控到一血 没牌 到他回合 他亮个什么诸葛亮画坨 先先先拿会 哪一口 然后又空城 你还玩玩玩个屁啊 都没法玩 对吧 所以你没法控 这主这主公按着特别坑 坑内奸 就因为他藏个化身 你又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他藏什么化身 这是内奸最难控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就是我作为内奸 你甭管什么主公 我该怎么打怎么打 我是朝着赢的方向打 这边 这里内奸的选将就比较多了 什么灵筒啊 姜维啊 吕布啊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内奸 另外的话 这把我就果断选择了神将啊 我觉得吧 假许佐词这种坑内的主公 就要由神将来制裁他 这局的过程也是有点 波澜起伏啊 主公上来就亮了一个神化身 张辽 直接偷这个春歌和蛮宠 觉得春歌克他 觉得蛮宠会翻他 也没啥问题吧 但春歌毕竟比较远 也不好说 看这庞德 气杀过 没出杀 这不知道他是什么 有可能忠诚不想动 也有可能反对不忙 反正我是内 我肯定不能乱动 这时候不要挂闪链啊 你挂闪链的话 反正就该打你了 千万不要挂 好 这边满宠跳反 好 第一个忠神出来 邓爱忠神 不是总 你看 这把够坑内的了吧 左词主公 邓爱忠神 你觉得还要如何坑内啊 还要如何坑内 好 春歌跳反 看看大表哥 大表哥直接自首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看看举兽吧 举兽也跳反 好 气决斗 气南蛮 过 这个很正常 有个张辽化身 这就 而且他说不定还暗藏什么化身 这都不 这都 没准的事 一会慢慢血 对吧 好 这边反对也跳出来了 你看 我跟大家讲啊 你说你们说这把坑不坑内啊 主公左词 忠臣邓爱忠表 这这这叫他们太坑内了吧 你看 就由于他们选了一个邓爱忠表 结果这个庞德啊 他们也是蛋疼 鼠人头 反贼够了 反贼确实够了 然后他们跑来打我 随便吧 你看一打就打吧 我真是蛋疼 我只能说我被 我被 我被两个忠臣坑了 因为这两个忠臣 他选的就是内奸脸 把我给坑了 那我要做的什么 必须把内奸身份跳出来 既然反对打我了 你如果这时候 还傻了吧唧的强行 跳钟 那你就等着倒霉吧 对吧 你就 必须把身份跳出来 本来啊 我这个牌是完全可以不动的 我这手火攻杀 但是这个局面啊 就这种忠臣 这种主攻 我已经完全被坑起 所以我必须跳反 我就火攻 哪怕做事拍一下 我也得火攻 我就必须得把反贼身份跳个模糊的 让他们搞不清楚 反贼赶紧去打邓爱刘表 而且我本来我就想打这个邓爱 邓爱你愿意杀我就杀我吧 我该打你还是要打你的 因为你跟刘表不死 我这局是不可能赢的 那边还有个左辞主攻 你觉得你们两个这种忠臣 邓爱刘表这两个忠臣不死 我还有机会赢吗 我觉得我完全没机会赢 所以我还是要打你邓爱的 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你也不要傻了吧唧 跳钟给他们忠臣 拉嘲讽 好 这边大表哥 蹲在一轮坑 开始动了 你这种忠臣太坑内了 作为神将 咱们不能虚 这个灯爱没闪了 哎呦 这边有连弩了 有连弩的话 举兽应该是挂了 反贼的话就考虑 就是看一下陶 别让这个刘表收了就可以 他崩死可以 这边崩死就不要救了 哎呦 崩死就不要 崩死就不要救了 如果说被收了 你就救 崩死 就让他崩死好了 对吧 对 这让崩死你真的不要再救 再救 你看刚才满宠乱出一个陶 要不然的话 真的被收了 那边春哥也危险了 这局就很麻烦的 你可以掌控吗 可以 这个举兽是可以掌控的 你看 这边他们终身都跳出来了 这庞德不杀我了吧 我去顺一下主攻 因为我觉得主攻有陶 我想把血线撑起来 继续杀灯爱 反对都不推主 哎呦 左辞主攻也是一个可以速推的主攻嘛 你都不推主 想不开 春哥呢也拿到连弩了 春哥要发威了 这个邓爱你赶紧死吧 真的 你不死 我们没法玩 看神将 连赢就是厉害了 我要不把反贼身份跳出来 又被这帮反贼群有死 就被这几个忠臣给坑了 救一下 你不要 其实救不救都行吧 我感觉邓爱活不过去的 就算活过去了 那边蛮虫也会把他翻了的 而且我肯定要杀了邓爱 我不可能让邓爱带着三个田 这个行动 带着三个田行动 反对都残血 很可能要崩的 杀刘表 看刘表能不能死 也差不多了 你们忠臣差不多该死了 这种忠臣 这必须得打死啊 果断打死 这边因为刘表还活着 这个邓爱先打死 然后主公这边还可能有桃 然后一会儿如果说邓爱不死 这个满宠会翻了他 邓爱死了 满宠会翻刘表 所以完全可以打 你这种邓爱忠臣 对不对 你肯定我得弄死你啊 我不可能给你留到后期 你留到后期 我怎么玩 他敢选邓爱忠臣 我就敢打你 对不对 忠臣都死了 也不是不能玩 对不对 没什么不能玩的 完全可以玩 反贼都这个状态 这货开了个南蛮 开了个AOE 又连移动的桃园 我只能说算你运气好啊 真的算你运气好 接下来比较弹成的五人局啊 先打死一个反贼吧 我当时看的是 这满宠必须死啊 满宠有点麻烦 这边我并没有去杀这个满宠啊 因为没有就是其他的牌 你杀满宠的话必须有这个装备牌或者锦囊牌能杀他 要不然你杀不动他的 他掉不了血 这货还来拆我 你想多了 拆我给我补牌 这边我有装备牌对吧 我再去打这满宠 不然的话你打不动满宠 给满宠打到一血的话 那边有个张辽空一下手牌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满宠杀死了 就比较容易杀死了 没想到吧 你看你看这组次主攻 这种主攻 哎呀太难 他现在只是暴露了一个酒池一个突袭 别的还不知道他有什么 我这边都是一会儿 还得在满宠不死之前 还得想办法留装备 防止他翻我 也是比较烦的 先给我来张杀 我就收了他了 没桃了 这边有张辽 他们留住桃的 我想忽悠春哥收了 其实春哥收不了 他知道我有刀了 他不翻我了 那就翻主攻了 你早就该翻主攻 主攻对你们威胁才大的 你翻我干什么 我对有那么大威胁吗 这边庞德也是觉得 收不住 控不住了 开始收了 这边他挂个闪链 觉得打不过我们了 确实打不过我们了 其实现在的局对我来说还挺好 我是想希望先跟主攻 把这两个反得雪平均压一压 然后我会考虑压主攻的 我不可能让主攻四血 就是四血满状态主攻 你根本不可能打得过的 你必输吧 所以呢 一会儿还是该压左辞要压左辞 看看闪电 结果呢 结果呢 这个人算不如天算 你这庞德挂个闪电 把自己劈死了 这我就 这不能怪我 我没法控 我其实不想庞德死 因为庞德死了 又进这种纠结的主内反了 就很麻烦 我 因为庞德活着的话 我可以就是 比较好的控制一下局面 这种主内反就不好控制 当然了 你现在这种情况了 我一会儿只能去打主攻 我先表一下身份 看看这两个人的动向 如果主攻开始偷我 那我就要干你了 就连路我藏了一下 那就挂起来 看起来主攻要干我了 那果断挂起来 等机会 反正现在的话 我肯定压左辞 不可能让你左辞 这种状态 你 你这种状态 我没法玩 当然你要前提记住一点 你去压左辞的同时 要保住自己的命 也就是说 手牌不溢出 不要乱出 因为他一会儿 也有可能去搞你 先保自己的命 这边我由于想连赢 所以把闪给扔了 对于春哥来说很简单 他就杀主就完了 对吧 你反贼 你反贼 你想赢 你不肯定杀主 而且你杀主 他也不会刷化身 对吧 你就杀主就得了 我至于怎么打 你也不用操心 对不对 这边我决斗他 我是 如果他跟我出杀 我就吃个桃 反正桃也是要扔的 决斗 因为他和张辽 真的好烦 你没法续报 特别的烦 你都必须得压他血线 他这个张辽 真的特别烦 烦得一逼 我靠 现在已经五个化身了 单凭春哥一个人 他肯定杀不死所次 所以我得必须得帮着杀 你看 就是还是那个 我说的 你手牌不溢出 三张基本牌 就不要去砍了 你手牌杀溢出 就砍那一刀 管因为你流沙 还能防南蛮什么的 对吗 这边 他顺了顺了我连组 竟然手里还有一匹九杀 好吧 不过我是有桃的 倒也问题不大 我本来想要他杀了 结果他还给我来个九杀 你看又出来个鲁大师 你这是怎么玩 又出来个鲁大师 这是怎么玩 这时候神将开始发威了 杀不到 谁也杀不到 车桃过了 你看 打着打着 他又出来的鲁肃 又出来的恩怨 你就各种 打到后来就感觉很难打 很吃力了 他这边不杀我了 可能是觉得要压春哥了 或者说怕我连赢 都有可能 不过我感觉他有连组 他要是杀多的话 他可能会考虑杀我 他把这个春哥的装备全下了 OK 毕竟他还是怕春哥杀他 这边由于主攻有藤甲 果断把主攻连起来 找个机会 春哥为了连赢 丧心病狂 兵队友 开个玩笑 我不是他队友 兵我没用 我可以连赢的 这果断连赢一发 南班给他 南班给他 不给他们逃子 你放南班 我掉血或出杀都可以 你看他又开始亮张了 又开始偷 你就打着打着 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 感觉好烦啊 这边他偷了我桃子 我就直接 我杀这个春哥了 趁机压春哥一雪 也把主攻的桃子炸出来 而且我手里还有桃子 我也可以救他 这时候该狠就要狠 不狠你就赢不了 不要考虑那么多 其实这时候机会还是真的挺大的 你看啊 我又来了张铁锁 这边我手里还有一张火杀 真心是机会很大的 只能等机会了 为什么我不爱进三人局呢 这边我不敢就是连赢了 我怕被打死啊 而且我这张火杀需要留着 主攻有藤甲 我就把那板给扔了 而且而且现在主攻一雪 这个春哥杀不死 藤甲的话 他杀了春哥了 这边我就选择了连赢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机会啊 真的是机会啊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春哥是一张未知牌 这时候就是一个抉择 他连赢了一张未知牌 我这边是可以九火杀的 九火杀 因为我有两个桃 如果他真 真活了 我是可以考虑救主攻的 但是就是说 他连了一张未知牌 你去拆他 或者不拆他 其实都正常 但是我觉得连一张未知牌 是闪的概率比较小 结果他就连了一张闪 本来这局我就已经困到这 我直接就可以赢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拆 但是我觉得他连赢的未知牌 是闪的概率 而且你这种 你拆了 也许他又连一张闪 这都有可能 对不对 也许他本来不是闪 他又又连一张闪 这种完全就是没办法 老天只能说在那一时刻 没有站在我这边 要不然我就直接赢了 只能说在那边那一时刻 我得把连弩拆了 还是有点怕这个连弩啊 好 春哥也是丧心病狂 他久杀我了 不过他杀不了主 主不过那边有腾甲 你看打着打着 这种主攻就一会儿又回复起来 很难打 没办法 好 我选择连赢 看能不能收到春哥 没有收到春哥 我就选择杀佐斯 不然的话 我觉得良学佐斯 我还是打不过 不如压一下他 他反正有酒持 他又死不了 对不对 他有酒持 他又死不了 现在这种局面 不是挺好的吗 本来是炸一下春哥的酒 因为刚才春哥 我觉得他酒杀我 他那回合肯定有酒 这样的话 我就把春哥带走了 然后一个决斗 过拆这种东西先留着 因为他有龙胆 一会儿他血线撑不起来 直接再走他 就给我贴个乐 好吧 那你贴个乐 我下回合再说吧 反正我连赢一下 我也不亏 多摸一张牌 对吧 又过拆又顺手 下回合你总来去了 你看 他又到凉雪了 这种主攻真的好烦 胡河外挂个龙胆 胡河内 鲁素摸牌 然而呢 你还是打不过路 是这样 通过我这个虚报的过拆顺手 把他打死了 其实啊 从正常角度来说 我那一回合 酒火杀 基本上是应该赢的 因为连赢了一张未知牌 这种真的是不好说 但最后反正还是赢了 你看啊 这这局主攻所辞 忠诚邓爱 刘表 全是坑内的 怎么说呢 就甭管什么主攻 你觉不觉得他坑内 你该怎么打 怎么打 都是有机会赢的 说实话 他选坑内中 你就打他呗 对吧 没什么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